大家好,今天与您分享的主题是 企业如何有系统地进行薪酬制度之调整规划 薪酬制度的设计在人类资源管理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一方面企业是用来换取员工的劳力或知识设计产出的基准 另一方面员工则是透过薪酬的取得换取去生活物质的满足 每当企业感叹招聘不到人才时 失去思考企业之薪酬是否具备竞争力或是市场上没有适合的人才 然而在考量薪酬竞争力的同时 应审视手上有多少薪酬筹筹码可运用 若筹码有限时如何适时地建立内部退场机制 以增加手上可用之筹码 因此企业应定期内部评估现行的薪酬制度 并规划出公平合力浅具竞争力与激励性的薪酬制度 进行适时的调整 以下将说明设计薪酬制度的推动步骤 协助薪酬架构优化调整 第一薪酬制度优化 出来的薪酬水准合力性与在组织贡献度的公平性进行研究 接着分析组织内部支撑与新等关联性与单任该职务的退场机制 以避免单向升迁 造成企业薪酬总额的负担 最后评估估企业内部现行的激励制度 并纳入薪资制度的调整规划 第三职位评价 一个部门工作执掌 工作说明 工作规范 进行职位评价 并将职位评价的结果换算新点 以作为各职位在薪酬制度规划时 信奉集聚参考依据 第四 激励措施 评估现行的激励制度与办法 并与员工贡献度连接 必要时进行激励措施 重新制定与规范 并透过激励措施以增加用人的弹性 第五 人力退场机制的规划 依据企业对于人力素质的需求规划 进行员工优退制度的利弊分析 即可行性评估 研拟相关实施办法 促成企业内部人力的合理流动循环 第六 沟通协调 薪资制度的调整对企业内部员工 使其影响盛据 因此相关办法推动 建议需与工会或劳方代表进行沟通 必要时自作相关说帖公告进行说明 以取得内部大多数员工的认同 薪酬制度的规划在各产业均有特殊性 有些产业着重在稳定的固定薪资以安定员工变动的意愿 有些产业着重在激励制度 以鼓励员工朝目标权力迈进 获取报酬 不论采行和重心之制度的规划 并无绝对的对错 但要符合企业的特性 以及建立在劳资双方认可的原则 薪酬就像两面刃 若薪酬制度调整不佳 过高的话将造成企业沉沦的营运负担 若过低且偏离市场水准 企业也将面临业务无法有效推展的窘境 因此企业必须审慎企业会管理进行相关规划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文慧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AMKC线上播报 谢谢